说够了吗 说够了就给我滚 姐姐 生气对胎儿可不好啊 要不我们打个赌 看看如果没了他 你猜 皇后娘娘能让你活几天 你不会是想对我的孩子做什么吧 你猜猜 我想做什么 羽木 这可还是个孩子 你别太丧心病狂了 小心遭报应 报应 现在你知道 有报应一说了 你害我的时候 有想过会有今天吗 这就是你报应开始的时候 你 姐姐 若是保不住就留了吧 我想 这孩子也不希望 自己有一个丑事做尽 心思歹毒的娘亲 挺着三个月大的肚子 还不忘了找男人 普天之下除了姐姐 怕是没有人这么当了吧 羽木说完 嘴角扬起一抹情笑 转身离开了心灵院 她到底想干什么 又是怎么知道她找钱大人的事情呢 她找钱大人 只不过是想为自己的以后寻找一条退路而已 云姑娘 请 什么云姑娘 要叫王妃娘娘 这是我家王妃 懂不懂称呼人 云姑娘都不介意 你个侍卫管这么多干嘛 你 前人不能上楼 喂 我哪里嫌了 我是来保护我家王妃的 云小姐在楼上很安全 让不让啊 再也不让开 别怪我不客气 林侍卫 你在这里等我吧 好吧 哇